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有五年來 正前啊 一團糟糕 還有五年來 眼睛 會有 會有 再說一遍 眼睛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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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半年 中國的學術 進入燕大上學的時候是 那會兒已經 北京已經淪陷了 在日本人的那個 控制之下 那麼只有 是 我們叫它是 孤島綠洲了 只有燕大嗎 因為它是 美國 掛著美國的國旗 所以還能夠 繼續地辦下去 燕京大學 是由北京 几座教會大學 合併而成 原初是在北京城的 盔甲場胡同 當時學生不足百人 師資匱乏 用於教學的經費 也常常落空 然而 在短短十年內 燕京就從一所 默默無聞的教會學校 發展成和北大 清華齐名的 綜合性大學 這很大程度上 要歸功於 燕京的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父母 是美國來華宣教士 他出生在杭州 從小就和父母在鄉間步道 早年的經歷 讓他意識到 發展教育 是影響宣教成效的重要因素 日後他接到 擔任燕京校長的聘請時 雖然有種種困難 使他猶豫再三 他最終 還是將這一邀請 視為神給他的呼召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意識到我有責任 接受這一呼召 北京應該有一所 與傳教事業相襯的大學 這正是我向神 祷告得到的回答 一進那個西校門 我們就感到震撼 就看到那個貝公樓 那麼雄偉的建築 還有那個氣氛那麼 很莊嚴很什麼的 後來就說 校長要接見我們新生 那我們就排隊 魚關就走到那個 黎狐軒前面那個草地上 就是那兩棵白皮松前面 一會兒我們就看見 從那個靈狐軒里走出來 一位老者 穿著一身白皮複 白的鞋一身 就是很莊嚴 但是很慈祥的樣子 就站在我們前面 我們女生們排在前面 就一個一個的 試圖每一個人都握手 握手的時候 她說了一句話 她不是說燕京 Welcome to燕京 她好像說的是 Welcome home 好像有一些種感覺 回到家裡來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 她怎麼這麼說 我不太懂 可是我就覺得很 她感到一股暖流在心裡 印象是非常深 就是她那個樣子 她那種溫柔 她那個聲音很低沉 但是很親熱 不但沒有架子 而且跟你好像很親密的那種感覺 沒有那種陌生感 我當時我就覺得 好像是我的家了 這是我要追求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我屬於燕京 我覺得我屬於他們了 就是這樣 斯多雷登自擔任燕京大學校長起 就開始著手 籌措資金 聘請老師 為學校選擇新職 在建設的各個方面 斯多雷登都親力親為 甚至一度騎著驢 到北京城各處 查看合適的校址 最終 他們在北京西郊 相中了一塊園子 那裡原是滿清一位親王 廢棄的原地 後來轉到陝西都君 陳屬帆手中 這就成為燕京大學的校址 也就是今日的北大校園 為了保證學校有足夠的資金運轉 斯多雷登曾先後十次回到美國 向教會 商人 基金會分享需求 斯多雷登在一次籌款旅行回來後 自嘲說 我每次見到乞丐 就感到我是他們中的一員 一個學校的核心價值 就是其靈魂所在 集中體現於各個大學的校訓中 對於這所大學的使命 斯多雷登很清楚 燕京大學是整個傳教事業的 一個組成部分 它的興辦是為了給教會人員的子女 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而更主要的 是為了給教會培養工作人員 這個校訓是誰訂的呢 是斯多雷登在辦校之初 大概在二十年代初吧 或者是一九一九年 或者是具體的時間 我不知道 但是知道是三個人 是這個司徒和校長和一個 Dr. Porter Porter就是那波亞塔的那個 他的那個是一個教授 他是宗教學院的教授叫Porter 還有一個教授名字我忘了 反正他們三個當然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這三位參與制定校訓的教授 是司徒雷登 郭查理和博晨光 經過討論和禱告 他們一致同意 將聖經里的兩節經文 概括為燕大校訓 這兩節經文都是耶穌說的 一句出現在馬太福音 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另一句出自約翰福音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這兩節經文連在一起 用文言文表達 就成了燕京大學的校訓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幾乎每一個教授都能體現出 這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 把他那個光輝發散出來 但是他們就用他們的行為 用他們的做的 比如他們的敬業精神 他們教書的跟師生的關係 也好對平常待人接物 都體現出這個孝訓的 為什麼我的燕京有這麼深的感情 除了司徒雷登跟我握手之外 我們的女教授對我們心盛 尤其是外地來 因為我是從上海考去 他知道我是上海來的 所以他特別照顧 我想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到李培六李培天 他就請我們到他家裡去 那麼在教學上 他們都非常認真 非常刻苦 非常的敬業 這個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深 尤其那些女教士 男教士當然更是那樣 但是我沒怎麼太注意 但是我女教士 我跟他們比較熟 他們真是認真到什麼程度 他能夠能把你每一個人 都發音的你比如哪個幾個音 他都能記住 這是我非常感動 就是他知道我有幾個音 念得不好 念得不對 或者念得不準確 他能 他我不知道他怎麼記得 他就能讓跟我 向我提問的時候 他專門就問這幾個字 隔一段時間 他跟你糾正了 完了過些日子 他又再提問 看看你有沒有進步 有沒有改正 如果沒有改正 他繼續改 如果你改正了 他就在 他發現你其他的錯誤 或者其他的缺點 在跟你糾正 就這麼細緻 你知道吧 那個是Dr.Siller 那個Siller他是心理系的 他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他太太也住在宴園裡面 有時候我們到他家裡去 他也跟我們就說 他說一個冬天不知道 給他做幾個棉袄 尤其是外地學生 那麼到了冬天 他不知道北京那麼冷 就從南方來的 那麼他冬天沒有衣服不夠 他就把衣服脫下來 而且他不許他太太說 那太太背後就抱怨 他也不是有意告訴我們 就是又在忙著給他做衣服 總是一個冬天不忙著就給他講 這些都是燕大精神 燕大的這個孝心 你要從字面上講 很多人都理解的不對 但是實際上他還是整個瀰漫在我們整個的燕源裡 就好像光一樣照到每個人的心裡 正是這些老師帶著基督的信仰 將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務的精神 傳遞給一代又一代的燕大學生 據不完全統計 在短短33年的學校歷史中 燕京大學共培養出兩院院士49位 各行業中的校友以燕大精神 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8年的時候已經燕大的校封 他那氣氛什麼都有變化了 已經開始變化 因為那個地下黨員太多了 而且國民黨也有些國民黨的特務在裡面 所以那些方面 政治上的那些東西 就是教學也比較鬆懈了 私生關係好像也開始有了比較疏遠了 因為有不一樣的看法 不一樣的見解 到了1948年 我離開的時候 還不是太明顯 因為還有很多外界 還有很多美國老師在那 後來外國老師就很受排擠了 就很說冷漠很冷淡 我記得最後我畢業的時候 班上只有我一個學生 他們都不上課了 都去罷課了 只有一個學生一個老師 但是他還照樣跟我講 照樣還給我認真地改我的論文 照樣給我留作業 他照樣地去上課 這是那個 薄成光他叫 1950年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 所有國內的教會學校都面臨被拆分的厄運 燕京大學被分拆到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等八所院校中 而北京大學校址則從沙灘紅樓搬到燕園 那之後燕京大學漸漸消失了 關於燕大和這個校園的歷史 也漸漸被人淡忘 藝人系列月 剛才在這兒 在剛才這個院 那兩個後面都是後來的 那個後來建的 這是我們原來的 這是他們原來的宿舍 男生的只好在門口 有個門鄰好像他見沒有 然後按門鄰里面有個 玩那個叫 比如像我叫张苏智 那会叫张苏智有人找 他不叫张苏智还是小姐 可能张苏智小姐有人找 那我就住在第二个房间 第二个房间 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 完了我们就下楼 下楼完了冲出来 男生我只能在马口等 他们不能进了 就是那个灵狐宣了 灵狐宣里面出了 你写的那篇文章 圣黄是客厅 他就住在雷登住的那个房间 其实我在80年的时候 就是基督教教会 教会恢复是80年 在理事大街的青年会 我是第一次回到教会 可是那是三次教会 从那起从80年一直三十年 大概有三十多年 我一直在参加教会 后来我就到了中关村教会 那是一个北大的一个学生 是一个家庭教会吧 我一进那个门 我突然间看到了那个教会 我一看那么多年轻人 而且都是北大的学生 我就感到特别亲切 我觉得 我就感到很震撼 我觉得这么多年轻人都信主 因为我在厌大那么多年 跟那么多同学 从来没有这么有这种大规模 就是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 我简直觉得 当然就感到震撼 我就感到圣灵的同在 圣灵在这里运行 当时我就这种 我这地方 我属于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家 我回到了这儿 从那一天起 大概到现在 有五年了 四年五年 我离不开这个教会 我觉得 只有在那个地方 我都能够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神 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 真是大的福气 是我生活里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 甚至于是我现在 活着在世界上的 一个唯一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